清晨五點多一名身穿紅衣的男子 搖搖晃晃走到加油站 接著變身無敵破壞王 男子先把加油站擺放了三角錐 統統踹倒 再舉起一個三角錐猛力往路邊丟 接下來把加油站的力排推倒 再走到路旁停車格用力推倒機車 事發在花蓮國連二路 這名男子久候鬧事 不只丟三角錐和推力排 甚至沿路破壞路邊交流車的後照鏡 惡劣行徑被民眾目擊報警 援警到場男子已經離開 不過很快就在加油站附近找到人 民眾報案 國連二路上有一名男子 無故徒手揮打停放在路邊的汽車 造成四台車輛後照鏡毀損 男子久醒後 完全不記得自己的瘋狂亂砸行徑 直到警方出示證據影像才坦承犯案 被以毀損罪移送法辦 男子久候變身無敵破壞王到處亂砸 貪杯鬧事的下場就是得面對法律制裁 記者劉己嬌 王毅德 花蓮報導